我平常是没有可以去保养的 就是比较爱睡 因为属猪嘛 有的时候在家一天可以睡12个小时 中间 那你这么说那属鸡的怎么办呢 然后中间也不起来吃饭的 什么工作你能睡12个小时 我的工作是一个兼职的健身教练 你就是干这个的是吧 这个后期还有嘛 就是在我孩子三岁的时候嘛 我去选择了这个职业 为的呢 就是让我自己可以依然保持这样 年轻有活力的一个姿态 您都有小孩了 对这年龄肯定是 46肯定有小孩了 现在是多大了 你想什么呢 徐总还想有没有机会 你们俩能不那么烦吗 对长辈能有点尊重吗 我的儿子今年18岁了 儿子18岁了 除了多睡觉 心大还有做健身 那吃呢 吃要注意什么呢 对吃没有说想吃什么 或者不爱吃什么 对吃几乎就是没有挑剔的 那像现在很多人一天到晚磨点什么 你也弄这个吗 平常我是如果来不及了 我也是就是从脸上就涂上就走了 但是我出门必须要化妆的 那如此说来其实他也不是特别的刻意的 是吧 没有 一个好的心态很重要 对 我估计你老公和你孩子也特让你放心吧 对的 嫁了一个好老公 平常在家我这个几乎就不做饭 真的挺感兴趣的 听说过能量守恒定律 你能年轻成这样 你老公得老成什么样 哎呀 你信不信 你信小吗 老公叫什么名字 汪永涛 肯定比你大吧 大三个月 大三个月 几乎是同岁 有请汪大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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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有人 你看 哎呀 你好 哎 你好 好看 你看看 你看看 哎呀 岁月催人老 有些人不是不老 是因为有能干的老公 把这种老都给承担了呀 你看你这苍蚓子 我先告诉你自我介绍 哎 好好 你先告诉我自我介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宋镇的老公 老王 我今年46岁 大他三个月 我来自青岛 有没有人在路上说你们一定不是真爱 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刚结婚那会儿 我们俩一起下楼 送碰到楼下邻居老张 因为刚搬到新家不熟 老张随便打了个招呼 老张看我们的眼神都非常的疑惑 后来 比较熟了 在一起吃饭 老张就告诉我 他就说姑妈好 我说你快叫他 他就爷爷好 我也不明白老王 你也染个发呗 你这不是原生态 你这是过度苍老 不过说句实在话 夫妻在一起时间这么长 会不会有的时候感觉老王不懂浪漫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分过一次手 因为他非常的内向 而我就是性格比较外向 沟通起来 沟通起来就是特别的有困难 他这个人什么东西他都喜欢藏在肚子里 其实好多时候我会跟他讲 你可以说出来呀 夫妻两人就是其实鸡毛蒜皮呀 东家长西家短呀 关上门你说谁好谁不好都无所谓的 他好 不好他都不告诉我 夫妻怎么认识的 就是学那个驾驶嘛 我们车上有一个师兄就问我说 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 我一听 我说那好吧 我说那就见见吧 当时第一次见面 我感觉这个人非常的稳重 不像他的实际年龄 他其实本来就很显老 所有显老的人 永远就是这个模样 可能到六七十也是这样 他们都这么说 我们坚定的在六十岁的时候等着他 对吧 谢谢 刚才说儿子十八岁 对 现在心灵海青战士 这是你儿子是吧 你们这两个人站在一块 虽然明显你要大一点 但是这个别人看了以后 也会磨不清关系啊 你跟你儿子在一起 有没有闹过笑话 有好几次啊 比如呢 就是和他爸去送兵的时候嘛 然后那个我去了 之前这个也是一个 他战友的一个妈妈 见过老公和儿子 没见过我 那天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他们就说 把儿子女朋友也带来了 然后我就往 他又一边说一边往前走 我走进去 哦 不是 是姐姐 后来老王就说 哦 这是我爱人 孩子他骂人说 是亲生的嘛 就也是心里边既高兴 也觉得有点挺纠结的 不管怎么回事 也觉得有点凶气